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口罩写着字眼 你是有机会煽动其他人进行未经批准集结 现在我给一个警告你 麻烦你合作即刻离开 否则我们有机会执法 你明白吗? 你们现在罪集的行为 有可能已判断被警归引伐现在 谁在做事啊? 刘三 刘三 说两句 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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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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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清楚一點 麻煩你馬上離開 我現在不離開 你怎麼樣 剛才給了警告 你給了警告 你給了警告 麻煩你給死 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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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一個合理的拳 接連參與 未經出一段集結 那你拉開館 不要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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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煎動 不要太強 你給他們 你給他們 保持人來 後一點 後一點 麻煩你們 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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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慢慢 後一點 麻煩他們 大家 麻煩你們 麻煩你們 讓空間來拍攝 你們拍到嗎 過時給空間來拍攝 但也讓空間來拍攝 大家知道你們在做事 大家小心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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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點點 麻煩你 再退後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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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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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人群對此往下 對責的指紋 這是警察再次被警告 你們現在罪罪行為 有可能警方奉獻 已經快准集結罪 請你們立即和我一方去散開 否則警方會將你拘捕和檢控 多了 再退後一點 提發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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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退後一點 可以 你可以 慢慢退後一點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這位女士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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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合作 我 距禎 警方罪集的事實,這是警方的警告 你們現在罪集的行為 有可能已經干犯未經批准集結罪 請立即向同學安方向散開 訴訟你們警方拘捕及檢控 由於是在一個隱階的地方 還要開兩圖閘才能去到 然後下庭 那就爬爛吧 他為了南城廣場罪集的市民 這個是警方 因為跑步是一個很個人的事情 六四對我自己說都是很個人的事情 第一 所以第二當然不單止是一個人的事情 所以跑步是比較適合這個時間 和我自己的一種方式 行不行以後都沒辦法再舉行六四的班牌 不要緊要 我自己就在這裏跑步 這裏沒有人 不要緊要 不影響我 跑步 你覺得六四這件事 對於日後在香港來說 可能會變成一些個人的事情 而不是一些集體的事情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一個社會一個歷史的記憶 首先是個人的 個人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記憶是最重要的 我再跑一圈吧 但是會不會覺得 其實今天的警方封維園的行動 其實阻礙了其他市民 去悼念六四的機會 因為維園可能也有一個意見 警察有這個權利 政府有這個權利 這個都是他們的權利範圍之類的事 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 警察有自己的事做 我們市民有自己的事做 我自己有自己的事做 所以不用太過爭拗這些 我現在有機會和你們聊 我現在有機會在維園這裏跑步 紀念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日子 這個就是很好的一個事實 除了跑步之外 今天還有其他的方式去悼念他 好了 回家喝杯酒 可能喝大了 睡覺 其實這一晚 33年前是很... 沒有什麼的 所以喝杯酒 可以 繼續跑 沒有 沒有 別客氣 可以嗎 大家可以拍到嗎 你跑到那裡 我跑回來了 你做事的 我不是這裡 我做事的 我不會跑 你把一些話說明 會點其他話說明 我抱歉 你抱歉 你抱歉 什麼話說明 會點其他話說明 好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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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am today so it is individual first and second, that event changed the world just like today what happened in Ukraine will change the world too So these two events are connected So many events in human history is connected So that is why I feel I feel for Ukrainians who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I feel strongly for those who died 33 years ago I feel strongly for those who died 33 years ago I didn't need to die Human civilization no need for more death and there are other way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